接着带您关心东海局势 在美日韩军机相继飞跃中共所化的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 中共军方28号首度宣称 将在识别区内进行常态化空中巡逻 日本周五对此回应 重申原有立场不变 但是可以开放对话 而韩国则表示 它也要扩大自身的防空识别区 有媒体指出 中共空军想要在识别区进行所谓的执法 军力可能不足 日本官方长官金义伟 29日上午在记者会上表示 日本自卫队将不会变更 在中国片面划定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内的活动 韩国18号在一个高级 级别防务会议上呼吁中共重新规划防空识别区 但遭中方拒绝 韩国官员29号表示 将考虑扩大自身防空识别区 美国两架没有携带武装的B-52轰炸机 于25日飞过东海防空识别区 随后日本与韩国军机也相继飞进防空识别区 对于各国的抵制 以及中国民间强烈讽刺防空识别区成为纸老虎 中共军方迫于压力 在28号称将派出军机在防空识别区常态巡逻 不过路透社在27日引用区域军事专家和外交官的话说 中共的防空雷达网 侦察机和喷射战斗机等军力 并不足以应对在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广泛巡逻 新唐人记者上宴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